过了民感期 香港事 三件事 第一张学友 说张学友不爱国 这不纯扯淡吗 人家就一句香港加油有什么的 人家还北京加油 武汉加油呢 四川加油呢 凭什么香港不能加油啊 人家是最大的爱国 哪写人家不爱国呢 人做了哪不爱国的事了 一帮傻逼 攻击张学友的 无非就是什么呀 就是没有任何认知 整天 哎就一碗泡面 整天就上网 完了之后呢 吃喝玩乐 没有任何认知 不会独立思考的人 我也不说多什么了 这个傻逼似的 第二种呢 就是受到蛊惑 或者呢 受到了某某委派 组织委派 给个五毛啊 六毛几分钱的 让他们他妈的去跪舔 去骂人去 去骂的 现在这个社会 无非就是这两种人 在骂张学友 实话 要不然张学友招谁惹谁了 人家拍戏唱歌 人家演员 也没有做个伤千害理的事 你不犯得着吧 人家吗 你妈这帮傻逼 张学友的事 明摆的就是臭傻逼 吃饱撑的 没事干 张学友没错 香港加油 第一 第二 这个就 这个其实有点意思了 第二呢 就这个了 现在的一片天 是晴朗的一片天 星星在什么天空上 总是看得见 原来呢 是现在的一片天呢 是黑暗的一片天 是阴暗的一片天 完了 星星在这总是看不见 一个看不见 一个看得见 一个是黑暗的天 一个是晴朗的天 那么 周知华那个星星点灯 照亮我的前度 这我都听过 对吧 还有水手什么的 很励志 很励志的一个歌手 而且带有一定的 批判性的歌手 其实就像什么 就像一个 歌唱界的 好笔啊 好笔歌唱界的 莫言 莫言似的 那莫言老师 我没怎么看过 我就看过 极小一响段 哇 我说非常真实 非常牛逼 我觉得莫言没毛病 说司马南 骂莫言就是找死 就是找死 就吹啥逼 咱们继续 这个王心灵呢 说这个改了 这个政治化的 咱们姑且这么说 一个台湾的 悲情式的歌手 反映现实的歌手 批判现实的歌手 政治化先生 的一首 二十年前的歌 王心灵呢 也是一个 甜心的教授 也是一个台湾人 也是一个台湾歌手 给改了 哎 反正我问普通的人啊 他们都说 东哥这个 改个唱歌 没什么呀 咱们小时候 还我在马路边 捡到一分钱 什么 交给警察署 进额里 哥们给钱 对吧 清早起床 起着裤子 上茂房 茂房 幼儿人不能进去 之后拉 在苦当里 对吧 大家都可以改歌 所以我觉得 从普通人来说 改这点歌呢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阅历的展示 见识 像这个岁数 如果把这个歌呢 咱们严谨的来说 按政治角度来想 你这个唱的事实有点批判性了 完了 王心灵改呢 是不是改的更好一点了 其实大家可以这么想 是不是说 有可能咱们这么解释 给傻逼呀 我是傻逼呀 我下逼一解释 就政治话说呀 现在有点天是黑暗的一片天 政治话呢 是台湾人 他歌唱的是台湾黑暗的一片天 哎 这个这个 什么心情都看不见 很黑呀 完了 王心灵呢 也是台湾人 完了 王心灵呢 唱现在 现在的一片天 等于他唱的呢 现在的台湾的一片天呢 是晴朗的一片天 星星在天空下 总是看得见 所以人家都是 一个批判台湾 一个夸在台湾 我觉得 这大陆人 咱们就平心 平心看呗 对吧 我是 我是啊 是这种心态来说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 刁盘 胡刁盘说了 胡刁盘这回 总是说人话了 说 如果是在政治上考虑 这首歌 这么改歌词的话 这个是不好的 是不鼓励的 这个胡刁盘这么说 完了 我又记起来 网友啊 评论这胡刁盘 说 当你看到 某些 傻逼 说人话的时候 你们不要以为 他变好了 你们记住了 连傻逼 都活不下去的时候 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时代 给我乐的 所以呢 政治化呢 和王心灵的事 姑且只能是我评价到这 你让我怎么说 我没法说 我的评价就是什么 政治化的歌非常好 没毛病 王心灵改呢 咱们就两面看 从政治上来说 不应该改 不应该改 你从纯娱乐的角度来说 人都批判的是台湾的事 关咱们鸟事啊 无所谓 我这么乐呵 说他能明白吧 大家又不用给我戴高帽子 对吧 我已经把这件事 抛两个 两个观念来讲了 对吗 好了 这是第二个事 第三个事 就是这个 成龙 就是站在那边 啪啪啪啪 鸡脚 啪啪 一圈很快 那个就那个 很快 到成龙式的 也是鸡脚 也是打圈 你会看到 我会拿个碗 转三转 拿个拖子 转三转 我会转过台底下 转出来 讲两句话 我们这些工作 李小龙 一百倍 要是以前的跟李小龙是一个碎数 你们俩谁打得过谁 就如果状态一样的话 打起来会怎么样 让他赢吧 现在已经把李小龙都神话 我们以前跟他拍过电影 我第一个人比较高 肌肉比较熟 我比你看看我以前的肌肉 不赖一点 什么意思啊 就这个有采访成龙 说李小龙到底跟你比 最佳时期谁请 李小龙 成龙说让他赢吧 但成龙说呢 现在大家都把李小龙神话了 李小龙本身就是个演员 你要说真打的话 我成龙肯定比他强 看我身材 看我什么的 这是成龙说的话 成龙说的没错 这是网友给我转的 说东哥你看 你的论点 李小龙确实是个演员 在成龙上也得到了一个认证 我说 我不需要成龙给我认证什么 当然这是成龙自己的认知 我徐耀东搞武术这么多年 我比较了解 我再说一句大不敬的话 李小龙搞武术在多少年 他去世的时候 几岁你们告诉我 我比他大多了 我都43了 李小龙先生几岁去世了 三是冒头去世的 你们想想 所以我有这资格说就摆在这 下面说 说东哥这个成龙都支持你 我说没有人支持不支持我 人知道我是谁 成龙呢 只是把他的实话给说出来 所以我对成龙来说呢 我觉得成龙对香港的电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觉得按板块来说 周润发是个板块 杀手咱就别聊了 之后呢 周星石的娱乐又是个管怕 这个一个遗片 之后呢成龙又是一个板块 他是一个警察故事啊 完了之后 我是谁啊 各种各样的 对吗 还有 古货仔 我觉得这四大板块 周润发 周星驰 完了成龙 古货仔 支起了我对香港的认知 这个影视 所以我对成龙呢 还是 还是抱着非常尊敬的 就是很多说 东哥你对成龙最近的一些言论 看 我只能说 他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父亲 对吧 孩子还吸毒啊 这个那的 而且在大陆被抓 要不是什么什么 他就什么什么了 所以成龙必须得什么什么 才能保住什么什么 要不然就什么什么了 你看 这一个几个什么什么 大家就明白了吧 所以他也有时候得什么什么一下 不什么什么一下 他就什么什么什么了 他不仅什么什么什么了 他儿子还得什么什么什么 他儿子也带什么什么呀 他要不什么什么 他怎么能什么什么 哈哈 大家不明白 就当明白啊 咱们继续 呃 所以 当我跟这个 崇洋大哥 我的 一个简单的 介绍呢 我希望 我希望成龙大哥 别成为 司马南 司马南原来呢 是炼气功 不对人知 最后呢 怼气功 天下所知 啊 有一定的贡献大家 后来就从人变成了畜生 我不希望成龙先生 不死马畜生的后尘 这是我说的 哎 这是我说的 因为我真的是打小 也看着他的电影起来的 有什么说什么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 该敬佩成龙大哥 必须还要敬佩 所以我希望他 千万别成为司马南 啊 我再说成龙大哥 也快七十了 也活不了多少年了 希望呢 剩下的年份呢 就是堂堂正正的活着吧 对吧 别再那什么了 我个人呢 小小期待 大家千万别那忙 说到香港这些问题 我没有什么 对政治上敢发言的 这得死 香港问题太敏感了 绝对不能说 我只能说我打小 真的是看着 那会儿最早吗 看周润发之后呢 其实还有最早什么 郑少秋 喜说乾隆 大家知道吗 喜说乾隆 这个电视剧 最早看这个 再早是什么 上海滩也是周润发 上海滩 忘了喜说乾隆 雪山飞狐 你们自己琢磨琢磨 我这样一步步的 看着香港电影 等到了直高那会儿 昏奢 感觉想昏奢会了 昏什么的 又看了人家什么 蛊惑仔 哎呀 那整整的影响了多少大人 山鸡 张浩南呀 小结巴什么的 都得学他们呀 那大肥库的 黄毛 都是那学的呀 之后慢慢的 就是成龙 周星驰开始了 搞笑一定看成熊驰 还用聊吗 大内力 B太零零发呀 什么的 完了之后 国产零零七呀 对吧 那么多 完了之后 那个破坏大王 太经典了 陶穴威龙什么的 之后 警察的故事开始了 我是谁 我是谁 A计划 飞银计划 我觉得大家没 现在骂成龙的人 骂归骂 骂你们 我不管 看看成龙早期的电影 比如像A计划 飞银计划 完了之后 B计划 太牛逼了 真的 真的太牛逼了 所以我对香港 香港电影 我武警的崇拜 我中学的时候 那会邓丽君呀 还没怎么听 我中学听什么 小虎队 想着天空大声 他说声 说声 我爱你 那会我初一呀 听小虎队 慢慢的就听什么 我那会攒磁带 我攒张学友的磁带 我攒了二十多拍 我对他 我喜欢听他的歌 因为这次大天王 我真的挺喜欢张学友的 虽然说 这里最长得不帅的吧 张学友 但是确实 唱得好听 我特喜欢 完了之后 那会是六块钱 七块钱一盘磁带 我就攒着 就听 所以我对香港 这个喜欢 太喜欢了 完了之后 就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 哇操 那尤其是最后 大圣曲期那一段 朱音跟那个 富 就开始 就是离别 哇操 哭得我稀里哗啦的 你说看电影 能哭的 也不能说 屈指可数 也不多 那也是百看不厌 大话西游 百看不厌 真的 做广告 不好意思 东哥 MAT 限量版 格斗狂人 格斗狂人 限量版 有四周种口味 大家可以 我推荐啊 绿豆啊 西瓜啊 这些口味 还有什么 龙警察啊 什么的都不错 谢谢大家 所以香港 这个电影什么的 你要说 日本的动画片 是动画类伴随我成长 那么香港的音乐 尤其是香港那类的电影 周星驰的电影 成龙电影 周永远发的电影 伴我成长 日本的电影 都没有那么多 让我记忆犹新的 我长大后 我才看的 日本大逃杀 完了之后 那个黑道的叫什么 来着 极恶飞道 那样的 我才开始看 完了橘子狼的夏天啊 什么的 但是之前 我基本上都是看 香港的电影 你让我现在看什么电影 我现在爱看的是韩国电影 我说东哥 你怎么不看香港电影了 我说良心话 我觉得从2010年以后 就是我觉得 从无尖道之后 香港就没他妈什么电影可看了 我觉得香港无尖道之前 也寥寥无几了 无尖道是一个 香港的最后的里程碑 从古惑仔 应该是99 古惑仔99吧 就山鸡去日本 结婚那个 之后 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电影了 后来慢慢的 辐射什么 大飞歌 大飞传 还有红星十三妹传 山鸡传 对吧 又出了很多 Five One的 之后 就没有什么了 像周英驰的 长江七号之后 也没有什么电影可看了 别跟我说 美人鱼啊 长江七号 这都是垃圾 对不起 周英驰以后 演的都是垃圾 之前的真牛逼 之前的真牛逼 很多人说 东哥 你他妈的 平和老 老有评价 这个香港电影 我没有什么资格 我就是看香港电影 后来在2018年 我跟任达华老师 达叔 我们都在达叔 跟任达华老师 我们有幸合作 拍个电影 那个其实在 那个电影 现在在腾讯 还有会员里有 叫糟糕的拳头 糟糕的电影 特别糟 特别糟糕 只有达叔那撑着 要不然都是垃圾 我头一次演戏 我根本就很使 但是跟达叔 在成德拍戏的一个多月 我也是知道很多 学习了很多 聊天也很多 达叔不喝酒 也不抽烟 就是爱吃 只要给他买好吃的 就可以聊 也他也跟我聊很多 他的事 周星驰的事 很多的事 像达叔在台湾 有气势 在新加坡 有气势 这我都知道 只要是晚上不睡觉 大家出来聊都好办 所以呢 所以我东哥 还是有点资格能聊的 大家能听得懂吗 他聊到周星驰呢 首先是周星驰一定是个鬼才 太牛了 但是接着说 后来的时候 周星驰变得就稍微的有点 吝啬什么什么的 也委婉的说了一点点 达叔委婉的 委婉的说了一点点 都有多少 我还是 还是能聊出来点东西的 所以在我眼里 这个香港电影 真的是从无间当之后 就没什么了 不好意思 没什么了 没什么了 之后我他妈看了什么 之后我看了一个恐怖直播 韩国的 我看了一个太极机飘扬 韩国的 我看了一个高地战 韩国的 我看了一个登陆之日 韩国的 我看了一个熔炉 韩国的 我看了一个辩护人 韩国的 我看了一个华丽的夏天 韩国的 我又看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韩国的 我又看了一个黄海 韩国的 我当时 我又看了一个特工 韩国的 不行了 爱 牛逼 就开始追韩国的电影了 这就是大实话 不好意思啊 做个广告 东哥的小店 东哥的小店 背包 林茶瓶的包 眼镜 还有留言 还有水果 还有喝的 还有衣服 都非常好 大家呢 可以扫码购买 可以扫码购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生活不易 没办法 他妈凑我活着吧 所以你让我期待聊起 韩国电影来 我可以如数家珍的去聊 但是聊起香港电影了 Hong Kong 我就开始回忆 我开始玩命的回忆 我才能想起那些的点点第一 我离现在最近的到香港呢 是2019年12月31号 我到的香港 大家一听这日子 留意子吧 对 我在维多利亚港 看的香港的那个倒计时 我身边的全是香港小青年 全是我戴一黑口罩 我戴着一个帽子 2019年12月31号 晚上23点五十来分 四十多 我到维多利亚港 看对面倒计时 戴帽子 戴一黑口罩 陪着我的那个司机呢 说小声的说 徐先生 麻烦您 能不能把帽子摘下来 我说为什么呀 你这样特别像解放军哦 他当时给我吓 他赶快摘帽子 哎呀 全是年轻人 全是年轻人 水界不通 开车 开车再出去 离开那维多亚港 哦 开了半天 全是年轻人 我不知道香港 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 很有活力 非常有活力 非常有活力 在香港 吃的 喝的 2019年 1月1号什么 我都在香港 1月2号 我都在香港 吃的喝的 但是就是那会儿 我感觉 整体的经济 我感觉就没那么好了 没那么好了 我也去了免税城 买了好几条 那个叫什么裤子 就是福神 对那裤子 卧槽 国内太急巴贵了 一条三四千 那边呢 是七折 七折 你购买两条 第二条呢 五折 卧槽 那叫里外里六折呀 我一下子 我买了 一二三四五 我买了五条裤子 买了五条裤子 买了一件衣服 好像便宜 那会儿 便宜 就确实便宜 但是我 逛那些城的时候 也是 大陆人寥寥无几 我敢说寥寥无几 寥寥无几 经济呢 我也觉得很一般 这是我对 我上次去香港的感受 因为现在的比较敏感时期 我也不能多聊香港什么事 这一期节目 不是什么节目 就纯粹给大家分享 瞎聊天 但是我最终 我的定调有几点 就第一 张学友爱国 没毛病 骂他的都傻逼 第二 王心灵跟 对那个 郑哲华的事 就 哎 都是台湾演员嘛 就算了吧 我就不多说了 叼盘都 都出来说话了 我还是说什么 成龙呢 希望成龙大哥 别变成司马南 我回来就说 现在我基本上 去关注的是韩国电影 香港的电影 在我眼里 对不起 香港电影已经死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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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非常喜欢香港电影 打小就看 但是还是这句话 对不起 我虽然非常喜欢 但是现在来说 香港电影已经死了 香港的音乐 我觉得也半死不活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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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太说 太说一个 那么棒的 哎 先管不说了 你们喜欢谁 想 你 好尴尬 来 让我们一起让世界 充满 耶 男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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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